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即下载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 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 都是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 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今天是2023年12月22日 农历星期五 农历11月25日 我是主持人Aster 我是主持人April 下面为您播报 有关于野火的消息 在野火季节 在户外工作的人们咳嗽不止 冒着对肺部的核心脏 造成长期伤害的危险 但是他们很快 就会得到更多的保护 免受空气中烟雾和威力物质的伤害 华盛顿劳工和工业部周四 通过了针对户外工作的 企业永久性规定 强制要求雇主监控空气状况 提供新的培训 口罩或呼吸器 并且提供清洁空气 新的规定将于1月15号生效 这对于农场工人来说 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但是对于农场工人 埃德加弗兰克斯而言 这只是个起点 弗兰克斯说 高温和烟雾的情况正在恶化 而农工其中绝大多数是拉丁裔 不仅遭受着更高的暴露率 而且很少获得医疗保健 弗兰克斯说 他们生活在贫困之中 无法获得医疗保健 语言不通交通不便 生活在农村地区 工作条件也很危险 要使用杀虫剂和化学品 弗兰克斯说 Family Unidas 大约有500名成员 他们种植和收获黑莓 蓝莓和草莓 他说这些工人 以及全州的其他工人 应该获得医疗保险 和更高的工资 以补偿这种危险的工作条件 燃烧化石燃料 造成的气候变化 使大气日益变暖 导致美国西部野火的规模 和严重程度上升 伴随着野火而来的是 烟雾和颗粒雾 专业术语是PM2.5 烟雾和颗粒雾 困扰着全世界 全国各地的城镇 折盖住了阳光 迫使人们待在室内 或到空气 有空气过滤器的地方躲避 以及有心肺疾病的人 尤其容易受到影响 虽然许多人 可以通过待在室内 来躲避最严重的 烟雾和颗粒雾 但是农业和建筑业 等户外工作者 却无法做到 尽管存在风险 但他们往往 不得不忍受 恶劣的空气质量 随着空气质量 下降的情况非常明显 劳工和工业部 在2021年和2022年 为这些工人们 颁布了临时的烟雾保护措施 但最新的一套 将在全年失效 华盛顿州生态部建议 当空气质量 AQ 空气质量指数AQI 达到51时 有潜在健康问题的人 应该限制户外活动 而当空气质量指数 达到101或更高的时候 空气就会对儿童 老人孕妇和病人的健康 造成危害 今年夏天 西雅图的空气质量 飙升到190 成为世界上空气质量 最差的城市之一 2022年秋季 西雅图的空气质量 指数超过了240 当空气质量指数 达到301时 劳工和工业部的 下一个要求级别开始生效 要求雇主向工人们 发放呼吸保护装置 但仍不要求他们佩戴 弗兰克斯说 他希望新的规则的等级 设定在较低的空气质量指数之上 因为美国环保署最近的分析表示 空气质量恶化 对人体的伤害比以前更快 那么这则新闻其实是 让 也是提出了一个让 生活在西雅图的人们 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就是空气质量 其实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 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在今年的年初跟 差不多是夏季的时候 其实有几次很严重的雾霾 在西雅图的上空 然后 其实那几天 应该说是 全是都处于一个 有一点那种 全程警戒的这种感觉 因为我记得 当时有在社交媒体上 看到类似的照片 就是整个太空针底下 基本上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所以我觉得 确实 也像这篇报道里面提到 今年夏天 西雅图的空气质量 成为了世界上空气质量 最差的城市之一 我觉得 这也是非常值得 西雅图的 气象部门 以及就是环保部门 需要注意的一点 那么 不知道April对于这个 新闻有什么看法呢 首先我其实是觉得 这是一个 就是小小的一个进步吧 因为毕竟 保护他们的这个法案 已经开始陆续出炉了 所以说那在未来呢 只会有越来越多的 这样保护 公民权益的法案出来 其次就是西雅图的 这个空气污染问题 我其实记不太清 今年年初 西雅图的空气污染问题了 但是我对夏季的时候 有几天非常非常严重的 雾霾现象 有很深的这个印象 对 因为当时感觉出去的时候 都是空气里面 都是一些很刺鼻的味道 但当时据我了解 是因为山火 所导致的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我不知道 今年年初的那个 是不是也是因为山火 像如果是山火的话 好像是在西雅图境那一句 我觉得像我们在当趟那边 都能够感受到那么强烈的 这个PM2.5爆表的 这么一种感觉 那在比较靠近 是火的山的附近的居民们 那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真的是比较难以想象 那我觉得可能也要稍微加强一下 对于这种森林呀 然后包括山里边的这种 防火的这么一个意识吧 我觉得这个意识的提高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我觉得 而且就是西雅图的空气质量 成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这一点其实也是 我觉得可能有点颠覆大家 对于就是觉得国外的空气质量 普遍比国内要好 这样一个刻板印象吧 因为记得之前大家 经常会说到北京每年都有沙尘暴 但是我记得 就是在最严重的时候 北京好像也没有说进到 空气质量最差的 top五 但是就是今年夏天的 那个西雅图的空气质量 我记得有几天是 好像是朋友圈有人发了 是应该算是质量最差的 对对 就是明月前吗 我也看到了 我也看到了 对对对 所以就是觉得 大西北地区的 这个环境的这个 环保这个问题还是得 引起人们的重视 尤其是有关部门 对是的是的 因为像西雅图给人的感觉 其实一直都是 比如说我们是冬天下雨非常多呀 包括我们有大海呀 一直都是一个 以自然环境 包括我们有很多非常美丽的 trial 很多非常非常美丽的 就可以hiking的地方 一直都是以这个自然环境而闻名的 所以 对 空气质量 空气质量这个问题 在西雅图这么显著 还是让人挺惊讶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确实也很像刚刚说的 也很开心能够看到这些法案的 其实让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是有解决的办法的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也希望就这个森林的防火这个措施可以变得更好 其实我有点不太理解 因为好像在国内包括我的家乡 我是在青岛 青岛其实也经常有山火 但是很快就可以扑灭了 但像这边的山火好像每次都要历时很久很久 那个山火才可以覆灭 那像我去年去加州那边 我看到开车去滑雪的路上 那是一座就是发生过山火的山 里面的那些树木已经完全被烧的扭曲变形了 那可想而知其中的动物 然后包括整个这个加州的空气质量 肯定也是非常非常差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应该是跟很多因素有关吧 比如说我们这边的这种气候条件 可能跟国内不太一样 可能这边是那种海洋性气候 然后就可能风比较大 相比国内的话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说 这边的空气可能比较干燥 然后就更适合野火的发生 然后呢也可能这边的森林覆盖率比国内要稍微高一点 对要高一些 对 OK那我们来关注下一个新闻 这周四呢两名自称奇亚男孩的人被起诉 据消息呈他们与金县的一系列抢劫案相关 拉尔夫·马努玛和阿德雷尔·戴维斯均为18岁 分别被控五项一级抢劫罪和一项非法监禁罪 马努玛还被控有被盗车辆 而戴维斯则被被控未经许可驾驶二级的机动车 9月19号呢 贝尔维尤东门社区的两家加油站遭到了抢劫 在其中一起抢劫案中 犯罪嫌疑人用枪指着一名员工强迫他打开收银机 据指控文件称 当他无法打开第二个收银机时 其中一名嫌犯用手枪击中了这名员工的后脑勺 贝尔维尤警方获悉在图克维拉、西塔克、怀特中心和布里恩 也发生了四起类似的抢劫案 这些案件与贝尔维尤抢劫案发生在同一天的晚上 贝尔维尤和图克维拉警察局 以及金县治安公安办公室的调查人员 确定这两名嫌疑人很可能参与了所有六起抢劫案 据贝尔维尤警方提供的消息 一辆参与抢劫的被盗现代汽车后来被发现 有证据表明马努马和戴维斯与抢劫案有关 据称马努马曾在塔克马和莱克伍德参加抢劫 在莱克伍德发生的事件中 他据称是一辆被盗起压汽车的司机 警探里了解到戴维斯是多项重重罪调查的嫌疑人 在莱克伍德发生的一起 事件被视频拍了下来 视频显示一名嫌疑人 当然这名嫌疑人后来被确认为是戴维斯 戴维斯驾驶一辆偷来的汽车 嘲弄受害者和他的孩子 马努马于12月2号在皮尔斯县被捕 戴维斯于12月12号被贝尔维尤特警对待 企业男孩的TikTok挑战导致企业和现代汽车 失气案增加 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 人们如何用螺丝刀和USB线启动这些汽车 然后去兜风 这挑战引起了整个华盛顿州西部人们的关注 11月一所中学外发生了一起青少年驾驶 企业汽车肆意妄为的事件 或许学生们不得不回到校内 从这起事件中我们可以推荐教职员工 学生和家长整年都在应对这样的问题 那在西雅图呢 市议会于12月12号通过了一项决议 呼吁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召回缺乏防盗技术的企业和现代车型 哇这个新闻又是一个这种 跟抢劫案有关的新闻 这个犯罪律有关的新闻 我觉得这个新闻跟其他一个非常不同的一点是 可以看到很显著的一个 一个点是 这个奇亚男孩 他们在TikTok上面 发起了挑战 然后新闻中的这个意思 大概是他们在TikTok上面教人们 怎么样去到这些奇亚和现代的汽车 教人们如何用螺丝刀和USB线 来启动这些汽车 然后去兜风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电影 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这么一个行为 Actor怎么看 我觉得首先 就是现在犯罪率 这么的低龄化 当然这是也是有很多 政治社会教育 以及就是 其他的一些社会因素导致吧 但是就是 我觉得非常好奇的就是 为什么这两名年轻的劫匪会选择奇亚这个牌子的汽车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奇亚汽车的 可能在他们在车子的安保问题上 可能确实有一些漏洞导致被这些年轻的罪犯们钻了空子 因为好像确实 奇亚和现代 就是新闻里面只提到了奇亚跟现代 并没有提到其他的汽车 可以通过螺丝刀和USB线去启动 所以就是除了对于青少年犯罪这样一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也应该 确实应该呼吁公路安全管理局 以及奇亚公司 就是就汽车的安保问题上 就是加强管理 能够让这种汽车不被简简单单的这种螺丝刀啊 USB线啊 给 就是给 把这个整个这个安保的这个系统给破坏掉吧 对是的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 就是因为这个奇亚和现代汽车 其实如果听到朋友们提到 像Toyota好像被盗的也是非常多 对 轮子被偷的好像也很多 也是因为像这些牌子 他们可能没有做很好的这个安保措施 导致比较容易被盗窃 OK那我们这个新闻先讨论到这里 现在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本周热点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盈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scbaceattleat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 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 索赔成功过后收费 不成功则不收费 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好的 欢迎回到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下面为大家播报下一则新闻 新冠大流行后 西雅图市中心复苏的起伏 如果说2022年1月开业的市中心PCC杂货店 是西雅图核心区从新冠大流行中恢复的象征 那么它在2023年11月的关闭 则证明了市中心距离完全康复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最终这家高端杂货店并没有吸引到足够的市中心的人 市中心的居民前来光顾 亚马逊在2019年决定撤除PCC楼上的 Lanier广场大厦的30层办公空间 这对这家店开业之前就造成了影响 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市中心的白领工人纷纷外流 随后的远程和面对面混合工作标准造成了进一步的压力 市中心的PCC和过去的三年中关闭的在附近的许多其他的企业一样 需要在大流行前每个工作日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市中心 但是近一半的工人尚未返回办公室 而且可能永远不会返回 今年2月份 Crosscut杂志对西雅图市中心的大流行病恢复情况进行调查 并且探讨了如果混合工作模式成为永久的固定的模式 该社区可能需要如何转型 10个月后市中心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未来几年该社区可能需要如何发展 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根据西雅图市中心协会称 回答办公室工作目前约为新冠大流行前的水平的55% 而2月份则是43% 夏季旅游业和酒店入住率已经恢复到了2019年的水平 Taylor Swift音乐会和MLB全明星周末等大型活动 帮助市中心酒店的入住率创下了新高 而今年的写字楼空置率有所上升 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还会继续上升 根据房地产数据分析公司Costar的数据 今年2月份西雅图中央商务区的写字楼空置率为21.2% 而在2019年空置率仅为6.6% 今年年底中心商务区的空置率已经达到了24% 而且许多公司都在缩减租赁面积 以适应混合型工作的需要 但是从长远来看 Costar公司的分析师 埃利奥特·克里文科认为 西雅图的写字楼市场会恢复得很好 尽管增长速度在放缓 预计2024年的增长速度会更慢 但是我们的表现有望超过其他大城市 我们的基本面相当稳固 只是现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机 而布鲁斯·哈雷尔市市长 将恢复市中心作为其第一任期议程的核心 他的市中心激励计划 列出了一系列的行政和立法行动 旨在刺激经济和社会活动 市长办公室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写道 市中心是我们城市的心脏 也是我们地区和州的经济中心 我们的市中心激活计划侧重于短期中期和长期努力 以解决我们面临的复杂挑战 同时鼓励居民工人和游客全年保持旺盛的活力 今年夏天我们将计划付诸行动 我们看到了取得进展的真实迹象 并且将为未来更多的进展而努力 那么就这个新闻而言 我觉得首先这则新闻有提到 就是说在新冠大流行之后 在2022年2021年到2022年之间 其实本来是有一个这样的 稍微市中心的人流量恢复的这样一个象征 但是到截止2023年 其实这个也没有市中心的人流量 以及办公环境的空置率 也没有达到期待中的一个增长的这样一个迹象 就是反而在下降 所以呢 我觉得可能这跟我们现在 就是新冠大流行之后的这样一个工作模式 肯定是有很大关系的 因为像新闻里面也有提到说 现在几乎只有55%的人 有回到办公室办公 大部分的人还是处于远程办公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究竟是要怎样去 怎样去创造一个 恢复到原来水平的这样一个 充满活力的这样一个市中心的话 我觉得还是一个 一个比较比较有挑战的问题吧 不知道April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 是的 像这个新闻里面说的 PCC这个杂货店 因为我们平常去当趟什么也会去逛嘛 这个杂货店是算是一个比较高端的杂货店里面 卖的东西相对来说比这些大的百货 百货超市像Safeway啊QFC这种 都是要贵一些的 那也是就是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可能 这个 西亚图这边可能中产阶级以上的这种消费的水平 那PCC观点 因为我们其实作为华大的学生 大家都很了解Avenue上已经有两家 这个超市关门了 一个是Target 然后一个是Bartel 所以PCC关门其实我也没有想到 这真的说明了 这个疫情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影响 还是在绝续的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然后我觉得当你提到那个工作模式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方面 因为上周 我上上周吧 我跟小卢播的新闻的时候 有提到像微软 有调整他们的这个 办公的 相当于是办公模式吧 它也其实是会再鼓励越来越多的人 去公司办公 但是用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 那你像亚马逊呢 可能就是一种比较强硬的方式去 就是把大家都召回到办公室 但是我觉得人们的这种思想观念 和这个习惯已经被疫情这几年彻底的改变了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除了说去这种线下的商超啊 包括像一些可能是线下这种百货店呀 这种发展的话 是不是可以去寻求一些更多的其他的方式呢 比如说我觉得像一些什么文化活动 办一些文化活动 我觉得这个大家都是非常非常愿意去的 我觉得不知道April平时就是 基本的娱乐活动都是在哪里 我觉得其实市中心人群少的话 怎么说呢 对我来说就是有喜又有 它的喜在于就可能在一些地方 比如说吃饭啊或者逛街什么的 就不会看到那种人挤人的那种现象 也就是比如说在一些 就是比较比较热门的那种餐馆 可能也不会就是说排队排到 排要排很久那种 就是可能这是一个好处吧 但是就是我觉得不好的一点就是 其实我还是喜欢比较热闹的地方 对人就是很复杂 然后同时就是我觉得这样实体经济的 这样一个一个萧条的这种情况 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实体店关闭 这样的话其实对我们的生活便利 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就比如说就像April刚刚所说的 Avenue上的两家店都关闭了 其实我觉得对我们学生生活 也是有有一定的影响 对都没有办法去target买菜 生活区附近又少了一家那种 药店 target跟Bartel都会卖那种药嘛 是吧 所以就是说 对对我们还是有一些负面的影响的 是的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 然后像Downtown那边 其实我算去Downtown还蛮多的 但是那边的这个流浪汉的问题 然后包括都说市中心的麦当劳是罪恶之毒 罪恶中心 我每次去市中心其实都有点害怕的 因为其实是有很多很奇怪的人在那边 然后也是希望可以就是西雅图的政府也可以 更加重视一些这个 嗯 毒品的问题 然后应对这个像 分泰尼危机这种情况 然后来有更好的 让市中心有更好的治安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对我们嗯 这种比较就是比较重视安全问题的人来说 嗯 其实说到这个嗯 我在上周周末的时候有去到离我们很近的温哥华 嗯 然后其实我我我这趟旅行下来 我对温哥华的这个城市的整体印象还是挺好的 就是我觉得感觉生活在那儿 嗯 它相比西雅图有很多优势 就比如说第一 嗯 我觉得我在他们的市中 我当时嗯 我在那边呃住了一个晚上 嗯 其实就住在他们的Downtown 嗯 但我我的我对他们那边Downtown的一个整体的感觉就是挺干净的 相比我们西雅图的市中心 然后其次就是嗯 我们在我们当天上午其实就在Downtown City Walk 嗯 然后在整个旅途中 嗯 只看到了一个流浪汉 然后同时呢流浪汉周围 还有四个警察围在他周围 嗯 就是让我们觉得就是非常有安全感 嗯 就是我觉得他们可能呃可能温哥华这个市政府对于就是这个呃 流浪汉的这个收容情况就是他们他们还是有一些很强硬的措施的 我觉得这样对他们也是挺好的嗯 因为毕竟是两个国家嘛加拿大对对对确实是是完全不同的国情 像我本科就是在加拿大读的 对加拿大对加拿大的这个治安呃 嗯美国是没有办法比的尤其是我当年研究生的时候还在一个比较呃 安静的那么一个呃城市吧也不算特别小城市我在哈利发是加拿大 南东外斯沟沙省的省会城市呃 然后我当时到美国来最嗯 因为我本来是以为美国跟加拿大是差不多的差不多了 对但是哇我到美国一来我就发现真的差的太多太多了 因为在加拿大像我我在的那个城市包括后来也去过很多次温哥华 嗯他们那边的流浪汉我更愿意称之为是无害的流浪汉嗯 他不会对人造成什么伤害 嗯他就是而且我觉得他们那边流浪汉都没有什么攻击性 嗯不会像美国这这边流浪汉很多很疯的人在街上会攻击你啊或者是什么的 其实在加拿大是没有这种呃顾虑的 包括我之前去呃卡尔加里也是加拿大第三大城市 嗯卡尔加里的downtown我们也是晚上在那边呃溜达都有很多很多人 嗯也没有什么问题的对但是我觉得像西雅图这种也不只是西雅图的问题 是就是整个全美美国对全美都是包括他对枪支的这种管控呃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你像加拿大的话对枪支的管控要比美国严格非常非常多 嗯所以说嗯我们很少听到加拿大有什么枪击案的新闻 嗯你回想一下对 嗯所以说美国的美国的治安问题跟他的不管是枪枪支的管控啊 然后包括毒品的管控还有我觉得可能一些一些政治斗争一些政客 他可能没有把就是没有把政府的钱花在呃这个好好的管控毒品管控枪支的这个方面 所以才导致呃这么严重的这个问题对 嗯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就是两个国家不同的行政系统 不同的政策就比如说很明显的就是嗯像你提到在加拿大的流浪汉都是无害的 就是他们可能没有什么心理问题呃他就是他们他们没有就是那种医疗方面的问题 嗯因为他们是据我所了解是全民免费医保嗯 他们是有这样一个加拿大的呃怎么说呢 加拿大的医疗保险确实比美国要稍微好一些但是也是不是说呃那么的对 也不是说那么的完战的而且加拿大的效率会比美国这边要更低一些 对对是这个样子嗯啊 但是对其实其实我呃可能是这次这次对于这次温哥华之旅就是呃 怎么说但是也比较短但是就对温哥华的印象还是挺好的就除了我刚刚说的这个呃 道路的治安方面 此外还有就是呃在他们那边的有一种很奇特的一种呃商圈叫food court 就是我们在西雅图几乎没有见到过就是像很像国内的那种呃小商呃小吃成 就比如说一栋楼里面嗯嗯都是那种小店嗯然后小店每个店面就卖一种那种类型的小吃就像机场的那种 呃小摊人小摊贩一样就你们是不是在red呃在那个那边对那边有很多因为那边基本上都是就是国内的感觉跟回国差不多了啊 对但是我在江湾也有看到类似的那种嗯那种其实美国这边也有 food court 的嗯嗯但是好像有点是有吧但是好像没有怎么见到 嗯像我前两年去那个西雅图 center 它那个第一一层就是这种 food court 哦哦对我记得之前去哪里的商场里边也有这种嗯嗯基本上都是在商场里这个样子哦嗯可能他没有写的很明显 因为我记得在温哥华的时候是每个 food court 外面都有很大的标语写的 food court 嗯嗯嗯对我我记得当时念呃本科的时候很喜欢去 food court 里边吃一家呃就是西西式的中产叫好像叫上海味道吧还是什么哦哦对都很想念那里的炒面嗯下次有机会可以再次拜访 嗯嗯对是的嗯嗯我觉得像下图市中心的这个问题嗯确实是 因为大家呃一个是因为大家的这个经过疫情之后大家的生活习惯消费习惯包括工作习惯都 发发生了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呃很多人也不愿意说去适中也不愿意去公司上班 然后有的时候也不愿意去市中心去买东西 可能更多的线上消费会比较多 那市中心就是会 我觉得如果说转变一下思维 像发展一些文化活动 像公园啊这种 就真的很适合 因为我们经常说 就西雅图真的没有什么可玩的地方 没有什么比较好 其实我真的很想就是问一下 就是人群们人们都去哪里了 因为就是之前的话 大家可能觉得在pandemic之前 大家都是会去商场逛街 就是大家就是比较热门的那个 那现在的话大家也没有回到商场里 那我就很好奇 大家现在都是在哪些地方逗留 像我前两天就是看美国这边黑五的报告嘛 他们就说现在西雅图的这个黑五都已经转为线上消费了 所以大家都是转成线上消费了 线上活动 对 OK那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本周热点新闻 听说了吗 听说了 MCRIB回来了 赶快告诉粉丝们 现在还有消费满五元可过八折优惠呢 仅限 仅限APP浓郁的烧烤滋味 好期待啊 我们为什么小声说话 这样才能听起来 让人意向深刻 MCRIB重磅回归 请今天就来品尝 优惠每天现用一次 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号截止 仅限参与活动的McDonalds 不包括睡精 必须加入酬冰计划 再次温馨提醒大家 疫情虽然已经过去 但你仍需要接种 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 二零二三至二零二四年度 COVID-19疫苗 一旦感染 可有助降低长期COVID风险 如果你没有保险 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 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 请马上进行检测 以便在必要时 获得正确的治疗 详情请致电 1800525-0127 并按紧字键了解详情 本广告与 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欢迎回来 我是主持人April 我是Aster OK 那让我们来 看一下下一则新闻 下一则新闻呢 其实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新闻 也是比较不一样的一则新闻 是我可以带领大家 从一个记者的视角 来看西雅图一家市中心的青年旅客 他们的游客们 对西雅图这座城市的评价 今年六月 我写了一篇关于游客 在西雅图旅游时 最常问的问题的报道 从派克市场的口香糖墙 到观赏鲸鱼的最佳戏地点 我们都一一做了解答 在十月一个阴雨寒冷的傍晚 我回到了绿规旅馆 我就是在那里 为最初的报道采访了客人 与我交谈的这群新客人 并不介意天气 他们脱掉了外包 27岁的本尼·泽尔金 来自华盛顿特区 是一名数字游民 他租了一辆小货车 从西雅图市中心 沿着五号国道向南行驶 我正在开车 雷尼尔山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的天哪 太疯狂了 我无言以对 真是令人惊叹的景象 他说 其实我们本地人 对这幅令人震惊的画面 并不陌生 在西雅图周围的许多地方 在我们正坐着日常的工作 偶尔向远处望去的时候 雷尼尔山就在那里 无论你在这里生活了多少年 你都会对这座山驻足惊叹 旅圣呢 位于第一大道和派克大道的交汇处 这是一个可以体验市中心的地点 紫尔金泰然处置 每个城市都有他的特色 西雅图没有更好或更坏 他说 然后呢 他谈到了在奥林匹克国家公园森林里的一次徒步旅行 他展示了一张前往汤森山图中的自拍照 这条小路穿过峡谷 小溪和巨大的古老真叶树 有了蕨类植物和苔藓 这就像故事书中的图画 他说 西雅图的旅游业呢 正在从疫情中复苏 2022年的游客数量 比2021年增加了四分之一 这意味着去年西雅图和金线的游客数量 超过了3300万人次 我们几乎所有的游客 大概96% 都在来自于美国的国内 在这96%的游客中 有三分之一来自华盛顿州 当然了 海银队的比赛实在是让人难以抗拒 但仅次于华盛顿州的游客 主要来自于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 驾车方便 另外两个排名前五的州是纽约州和德克萨斯州 西雅图官方营销席团Visit Seattle的首席营销官阿里丹尼尔斯说 直飞航班 我们的艺术和文化氛围 美威佳肴和仍然被大自然怀抱都是原因 另外呢 我们温和的气候也是一个卖点 你可以体验一个没有极端的季节的这么一个地方 他说德克萨斯人对此表示赞赏 在我们这个城市呢 只有一半的房主觉得需要空调 那在旅馆里呢 我遇到23岁的泰勒库克利什 他来自印第安纳州费希尔斯 他是鲍尔州立大学最近的毕业生 到十月底 他已经以每晚五十美元的价格 在这里住了两个月 这是一种结识朋友的方式 当然了还有价格 他说Visit Seattle的数据显示 来自夏图的收入分布各异 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属于富裕阶层 也就是年收入超过了十万美元 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收入低于五万美元 其余的人呢 则介于两者之间 库克利什正在考虑 去华盛顿大学攻读海洋科学领域的硕士协位 他说在中西部地区 只要提到西雅图 人们就会有一种非常负面的看法 毒品问题呀 芬坦尼问题呀 我听出过很多关于 无家可归者的话题 然后呢 他说 我认为这座城市远不止这些 我喜欢在市中心 五分钟就能看到公园的感觉 我还采访了来自 俄勒冈州科瓦利斯25岁的赛弗林奎克 和来自克拉克县站地23岁的克洛伊帕森 他们是乘坐火车从波特兰前往西雅图的朋友 你们拥有相当稳定的公交系统 奎克说 这也让许多当地的抱怨者感到惊讶 他们使用的是Trip Advisor 来确定参观哪些景点 很多景点他们都给予了4.5星 乃至于5星的评价 朋友们在流星文化博物馆的音响市里 玩得很开心 他们喜欢沿着海滨散步 也认为当地人是一群友好的人 在海滨 他们与住在附近公寓的一个人交谈 他建议他们不要去第二大道 回到家说 回到家之后呢 奎克和帕森会向他的朋友们 介绍我们城市的什么呢 帕森说 我喜欢他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温暖人心的新闻 展示了几个来西雅图旅游的旅行者 对于我们这个城市的印象 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地方 一个细节非常非常的触动我 就是当一个旅客开车的时候 目前前面就 前方就是非常美丽的 雷尼尔雪山 他感受到了这种震撼 我想起我当时第一次到西雅图的时候 从UW校园的喷泉的里往远处望去 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雷尼尔山的景象 我当时觉得哇真的好美啊 一个校园里面 然后喷泉 旁边就是一座雪山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景象 但后来我们很多人都对雷尼尔山 还有太空侦塔这两个非常标志性 非常美丽的建筑物 有一点点视而不见 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 对大家习惯了他就在那里 但是其实我们都已经忽略了 每天能够看到雷尼尔山 或者是太空侦塔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对确实 我完全能理解April说的 就是一抬头就能看到雪山的那种幸福感 因为就是我目前住的这个公寓 虽然不是那种高的高层 但是就是我很幸运的是从我的窗外 就是我背后这个窗户 从窗外望去的话 其实是能看到雪山的 而且就是就是在天气特别好的时候 尤其是在西洋西下的时候 雪山真的非常的壮观 就是我作为一个业余摄影师 就是最平时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端起相机在我的窗前拍山 非常的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拍到很好的很好的景色 对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对于我们 住在西雅图的人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 我觉得是挺幸运的一件事情吧 就是就我感觉雷尼尔就是 因为像日本东京的话 其实他们也是 在城市里面就能看到富士山 然后他们会说富士山是他们的神山 就是说富士山是一直保佑的这个城市 那我觉得可能在西雅图的话 我们可能就是被雷尼尔山给保护着 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感觉还挺神圣的 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都住在山的附近 然后同时呢 西雅图其实也是一个海港城市 里面也有那种海湾 然后在海湾里面我们也有 也可以做轮渡啊 去到各种各样的小岛啊 然后还有附近还有各种各样的森林公园 国家公园 我觉得除去他说天气不是很极端 这个点我我不太认同之外 其他的我都挺 为什么这一点你不太认同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们天气 其实嗯因为可能我个人不太喜欢那种太长的冬天 我觉得西雅图的冬天是有点长了 就是他不像是比如说我之前所在的那种 就是纬度稍微再低一点的城市 就是说可能四季非常分明 嗯春天跟秋天还夏天都是就是 还有冬天都是四等分的这样一个 这样在在全年里面的这样一个分布吧 但是西雅图我感觉就是夏天 有但是不是很长 然后秋天也是转瞬即逝 嗯但是总体来说就可能看跟哪个城市比吧 就是因为他也提到说德克萨斯人对此表示 但可能比德州相比德州还是不那么极端的 对因为西雅图的冬季和夏季 其实都不算特别冷 嗯我觉得这点是很好的 因为像我之前在加拿大读书的时候 加拿大冬天非常非常的冷 那跟加拿大比还是 对而且我在的那个地方相当于是 加拿大最温暖的一个城市了 嗯但还是非常冷 可能冬天零下一二十度都是很经常的事情 然后十一月份就进入冬天 可能来年的五月份才开始进入春天夏天 这么一个阶段 所以说我觉得西雅图对我来说还算是一个就是很很温和的城市了 它天天下雨而且我们的冬天又非常的长 每天四点钟就天黑了 嗯就是让人可能会有一点点心情不太好 嗯但是我现在算是在西雅图的第二年了 我觉得第二年我已经适应了它下雨这么一个特色气候了 然后我也觉得如果你懂得去欣赏的话 其实下雨也有下雨的美 下雨还是一样可以出去玩 只要你比如说买一个自己非常喜欢的Ring jacket 然后可能买一双自己很喜欢的雨鞋 然后这样子每次下雨的时候出去就会觉得好开心呀 因为终于可以穿上这些东西了 我觉得Abru说的特别对 就是下雨也有下雨的美 嗯看能不能够欣赏吧 是的是的 对所以就还是很很很很很珍惜我们 嗯就是非常diverse就是非常多元化的这样一个城市吧 我觉得相比美国其他的城市来说 好那下面一则新闻呢其实也跟西雅图的天气有关 那么2023年最短的一天也就是本周四 是冬至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National Weather Service的数据 西雅图晚上7点27 北半球将倾斜约23度 也就是尽可能的远离太阳 周四明显的日光恐惧症 也标志冬天的第一天 尽管本月迄今为止 西雅图对寒风凛冽的天气并不陌生 在周四的八个小时和一些日光的变化 从我们身边溜走之后 地球的倾角将使北半球的日照时间重新变长 根据时间和日期的数据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日照时间只会增加几秒钟 但是到6月20日下至时 西雅图的日照时间将达到15小时59分18秒 但现在西雅图12月余下的时间里 太阳将在下午4点半之前落下 今年最短的一天开始之前 西雅图地区将笼罩在浓雾之中 据西雅图气象服务部部门的气象学家 Steve Reedy称 由于高气压笼罩在头顶 天气将保持干燥 总体尚渴 然后冬季标志性的低地降雨 和高地降雪将在周五迎接我们 气象部门表示 预计周五低地的降雨量可达半英寸 沿海地区的降雨量可达0.75英寸 同时到周五下午 山区的积雪将迅速降到海拔一下 气象局建议 如果您计划周五在全市范围之内旅行 请务必在出发前查看天气状况 气象部门预计 斯诺宽米山口的降雪量大约为3英寸 而斯蒂文斯山口的降雪量可达6英寸 阵雨将持续到周六 尤其在山区之后天气会相对干燥 星期六的大部分时间应该天气很好 李迪说在平安夜天气再次下雨之前 那么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在12月的余下 一段时间里还是太阳在四点半之前就下山 但是起码我们每天的日照时间 再逐渐变长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让人振奋的消息吧 因为不知道April最近就是在太阳下山之后 都会做哪些事情 就也不知道观众们就是听众朋友们就是 自己在家就是在日落之后选择在外游玩呢 还是在自己家里室内进行活动 那像我的话我其实太阳下山之后 我个人就很抗拒出门了 就是由于种种原因 所以不知道April你是 你是在太阳下山之后是都会做哪些事情呢 其实我太阳下山之后通常也是不会出门的 但是前两天我跟朋友们一起一个时间去了 西雅图这边有一个圣诞集市 Christmas Market 那个集市是天黑下来灯亮起来才好看 灯展 是灯光秀吗 灯展 不是灯光秀 是它就叫Christmas Market 在太空真塔附近 然后有很多小吃摊什么的 那个地方就是天黑了亮起灯来才好看 所以说我们去了那边拍了一些很好看的照片 然后那边有旋转木马可以做 也是天黑了之后 那个灯亮起来 旋转木马才会比较好看 然后昨天呢是去爬了一个山 也就是刚刚你提到的Snow Komi附近 是叫Snow Lake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 昨天去的时候 那个山上的雪就已经非常非常厚了 我们当时就只穿了冰爪 然后在第二个拐弯的时候 因为我们其中的一个同伴 他的冰爪掉了 然后另外两个人穿的冰爪是那种非常非常抓地非常不牢的 所以说我们就放弃了继续攀登 那也是在我们下山的路上 这个天就已经开始黑下来了 所以也是觉得有点后怕 还好当时没有往上爬 因为如果往上爬的话 很可能刚爬上去天就黑了 我们可能下来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威胁 对在我觉得四点半下山这样一个时间 这样一个时间其实很大程度的限制了我们的户外活动 因为就是它仍是日照时间变得特别短 所以就是大家也知道在太阳下山之后 其实很多活动就会变得很危险 比如说April刚刚提到的爬山 那其实我最近我在前几天去到我们的Bainbridge Island 也是一个一天的短途旅行 那我就深刻的体会到了这种日照时间变短 然后导致整个旅行的时间缩短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负面的影响吧 因为其实我本身就是出门的话 一般不会把时间定的太早 因为是几点去的 之前其实差不多拿到车子准备出门 应该是十点半左右 对就是可能之前也是朋友们就是耽误了一会儿 然后但是总体下来 其实我们是我们虽然是日落之后再回来的 但是就是也没有赶到太晚 差不多就是五点钟 其实就到岛上到那个Seattle了 所以总体来说不超过七个小时吧 就是这样 OK那今天的新闻就到这里了 以上新闻内容是由Esther和April为您播报的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呢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 Radio 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了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号 今日西雅图 或者是下载中文手机电台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听 提前祝您圣诞快乐 也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